此话说呢冲动是魔鬼 下面这段视频中的这名成都男子就是非常的冲动 他竟然拿着榔头砸向了银行柜台的玻璃 还对着银行工作人员不停的叫嚣 不过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抢银行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当天上午一群人很有秩序的排着队在银行办理业务 轮到这名男子的时候 他把银行卡递给了营业员 紧接着输入密码要求取出30万现金 当营业员发现卡里只有25块钱 并告知他是男子突然从腰间拿出了一个铁狼头 猛的砸向了柜台玻璃 砸完之后顺手对着排队机砸了一通 就匆忙离开了现场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姓秦 由于银行工作人员给他的新卡 开通了短信提示业务 收取了30块钱 秦某觉得银行这是在强制消费 于是事发当天 秦某拿着砍刀带着狼头来到银行 要给银行一个教训 秦某的冲动给银行造成了5000元左右的损失 而他也要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买单 他的冲动行造成了